大陸糧食價格飆升 黑龍江粟米價格降至5年新高 熱內人士透露大陸粟米將出現缺口 未來一年將減少3,000萬噸 今年以來 大陸粟米期貨連續8個月持續首高 由1月份的1,900點降至7月31日的2,366點 創六年來新高 年內漲幅達21.56% 糧食主要產區黑龍江省佳牧師市的粟米報價 在8月26日創下5年新高 相比年初飆漲27% 9月2日一段微信再圖引發關注 8月下旬有大陸民眾表示 國庫倒谷的收購價大漲 由去年的每百斤110元人民幣 漲至超過130元 而且持續上漲 但路透社引述分析師和交易商的預測表示 大陸從今年10月起 將面臨2020年至2021年 會計年度的首個粟米供給短缺的年份 可能將面臨最多3,000萬噸的供給缺口 佔中國總產量的10% 遠超過大陸目前的進口配額700萬噸 遷积 遷积 合照 他